第十二集 叶哲泰从文革开始一直活到了现在 并且一直处于第一阶段 他不认罪 不自杀 也不麻木 当这位物理学教授走上批判台时 他那神情分明是在说 让我背负的十字架 更沉重一些吧 红卫兵们让他负担的东西 确实很重 但不是十字架 别的批判对象 戴的高帽子 都是用竹条扎的框架 而他戴的这一顶 却是用一纸粗的钢筋焊成的 还有他挂在胸前的那块牌子 也不是别人挂的木板 而是从实验室的一个烤箱上 拆下的铁门 上面用黑色醒目地写着他的名字 并且沿对角线 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叉 押送叶哲泰上台的红卫兵 比别的批判对象多了一倍 有六个人 两男四女 两个男青年步伐稳健有力 一副成熟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形象 他们都是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 大四年级的 叶哲泰曾是他们的老师 那四名女孩要年轻得多 他们都是大学附中初二的学生 这些穿着军装 扎着武装带的小战士 携带着逼人的青春活力 像四团绿色的火焰 包围着叶哲泰 叶哲泰的出现 使下面的人群兴奋起来 刚才已经有些乏力的口号声 又像新一轮海潮一般 重新昂扬起来 淹没了一切 耐心地等口号声 平息下去之后 台上两名男红卫兵中的一个 转向了批判对象 叶哲泰 你精通各种力学 应该看到自己正在抗拒的 这股伟大的合力 是多么强大 顽固下去是死路一条 今天继续上次大会的议程 废话就不多说了 老实回答下面的问题 在六二至六五阶的基础课中 你是不是擅自加入了 大量的相对论内容 相对论 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 基础课 怎么能不涉及它呢 你胡说 爱因斯坦是反动的学术权威 他有奶便是娘 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 要建立起革命的科学 就要打倒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黑棋 叶哲太沉默着 他在忍受着头上高铁帽和胸前铁板带来的痛苦 不值得回应的问题就沉默了 在他的身后 他的学生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说话的女孩是这四个中学红卫兵中 天资最聪颖的一个 并且显然有备而来 刚才上台前还看到他在被批判稿 但要对付叶哲泰 仅凭他那几句口号是不行的 他们决定亮出今天为老师准备的新武器 其中一个人对台下挥了一下手 叶哲太的妻子 同系的物理学教授少林 从台下的前排站起来 走上台 他身穿一件很不合体的草绿色衣服 显然想与红卫兵的色彩拉近距离 但熟悉少林的人 联想到以前经常穿精致旗袍讲课的他 总觉得别扭 叶哲太 你没有想到 我会站出来揭发你 批判你吧 是的 我已接受你欺骗 你由自己那反动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蒙蔽了我 现在我醒悟了 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 我要站到革命的一边 人民的一边 同志们 革命小将们 革命的交集员工们 我们应该认清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反动本质 这种本质 广义相对论体现得最清楚 他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 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 是反变动法的 他认为语用有限 少林指着丈夫质道 他显然不习惯于这种场合 尽量拦高自己的声音 也放大了 听着妻子 听着妻子滔滔不绝的演讲 叶哲泰苦笑了一下 林 我蒙蔽了你 其实 你在我心中 倒一直是个谜 一次 我对你父亲 称赞你那过人的天资 他很幸运 去得早 躲过了这场灾难 老人家摇摇头 说 我女儿 不可能在学术上 有什么建树 接着 他说出了 对我后半生 很重要的一句话 林林太聪明了 可是搞基础理论 不笨不行啊 以后的许多年里 我不断悟出这话的深意 林 你真的太聪明了 早在几年前 你就秀出了知识界的政治风向 做出了一些超前的举动 比如 你在教学中 把大部分物理定律 和参数都改了名字 欧姆定律 改叫电阻定律 麦克斯维方程 改名成电磁方程 你对学生们解释说 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 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 但即使这样 你仍然没有被革命主流所接纳 看看现在的你 衣袖上 没有革命教职员工都戴着的红袖杖 你两手空空的上来 连一本语录都没资格拿 谁让你出生在旧中国那样一个显赫的家庭 你的父母 又都是那么著名的学者 说起爱因斯坦 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代 1922年冬天 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 你父亲因德语很好 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 你多次告诉我 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 走上物理学之路的 而你选择物理专业 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 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后来我知道 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 他与爱因斯坦 只有过一次短的不能再短的交流 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 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 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 于又任 大公报经理 曹古兵等人 经过一个陆基维修点 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公身旁停下 默默地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 手脸乌黑的男孩子 问你父亲 他一天挣多少钱 问过小公后 你父亲回答 五分 这就是 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 唯一的一次交流 没有物理学 没有相对论 只有冰冷的现实 据你父亲说 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 又默默地站在那里耗一会儿 看着小公麻木地老作 手里的烟斗都灭了 也没有吸一口 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 对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中国 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 都会怦然坠地的 现实的引力 太沉重了 闭下头 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命令着 这也许是自己的学生 对老师一丝残存的同情 被批斗者都要低头 但叶哲泰要这样 那顶沉重的高铁帽就会掉下去 以后只要他一直低着头 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了 但是叶哲泰仍然昂着头 用瘦弱的脖梗 支撑着那束沉重的钢铁 旁边一名女红卫兵解下了腰间的皮带 朝叶哲泰挥去 黄铜寇正打在叶哲泰的脑门上 在那里精确地留下了带扣的形状 但是很快又被淤血模糊成了黑紫的一团 他摇晃了一下 又站稳了 一名男红卫兵质问叶哲泰 在量子力量的教学中 你也要散不过大量的反动言论 男红卫兵说完对少林点了点头 示意他继续 少林迫不及待地要继续下去了 他必须不停顿地说下去 以维持自己那摇摇欲坠的精神 免于彻底垮掉 叶哲泰 这一点你是无法抵赖的 你多次向学生散步 反动的哥本哈根解释 这毕竟是目前公认的 最符合实验结果的解释 在受到如此的重击之后 叶哲泰的口气还如此从容 这让少林很吃惊 也很恐惧 叶哲泰这突然的反击 让批判者们一时不知所措 当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指引科学实验 这等于说 正确的哲学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反对实践出真知 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对自然界的认知原则的 少林和两名大学红卫兵 无言以对 与中学和社会上的红卫兵不同 他们不可能一点道理也不讲 但来自腹中的四位小将 自有他们无坚不摧的革命方式 刚才动手的那个女孩 又狠抽了叶哲泰一皮带 另外三个女孩子 也都分别抡起皮带抽了一下 当同伴革命的时候 他们必须表现得更革命 至少要同样革命 两名男红卫兵没有过问 他们要是现在管这事 也有不革命的嫌疑 叶哲泰 你还在散布你的反动言论 你还在教学中 散布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是所有科学理论中 最反动的一个 也许以后 这个理论会被推翻 但是本世纪的两大宇宙学发现 哈勃红仪和3K宇宙背景辐射 是大爆炸学说 成为目前为止 最可信的宇宙起源理论 不说 少林大叫起来 又接着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宇宙大爆炸 自然不忘深刻地剖析 其反动本质 但是这个理论的超级新奇 吸引了四个小女孩中 最聪明的那一个 他不由自主地问道 连时间都是从起点开始的 那起点以前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叶哲泰像回答 任何一个小女孩的问题那样 转头慈祥地看着这个女孩 铁高帽和乙兽的重伤 使她的动作很艰难 什么 刀没有 反动 反动 透顶 女孩惊恐万壮地大叫起来 她不知所措地转向少林寻求帮助 少林对女孩点点头提示道 这给上帝的存在 留下了位置 小红卫兵的茫然的思路 立刻找到了立脚点 她举起紧握皮带的手指着叶哲泰 你 你是想说有上帝 不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不知道 如果上帝是指宇宙之外的超意识的话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存在 正反两方面 科学都没给出确实的证据 其实在这噩梦般的时刻 叶哲泰已经倾向于相信它不存在了 这句大逆不道的话 在整个会场引起了骚动 在台上一名红卫兵的带领下 又爆发了一波波的口号声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叶哲泰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叶哲泰 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反动学术 打倒一切反动学术 上帝是不存在的 一切宗教都是统治阶级变造出来的 麻痹人民的精神工具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恼羞成怒的小红卫兵 立刻做出了判断 对于眼前这个危险的敌人 一切语言都无意义了 他抡起皮带冲上去 他的三个小同志立刻跟上 叶哲泰的个子很高 这四个十四岁的女孩 只能朝上抡皮带 才能打到叶哲泰不肯低下的头 在开始的几下打击之后 他头上能起一定保护作用的 铁高帽被打掉了 接下来戴铜扣的宽皮带 犹如雨点一般地 打在了他的头上和身上 叶哲泰终于倒下了 这鼓舞了小红卫兵们 他们更加投入地 继续着这崇高的战斗 他们是在为信念而战 为理想而战 他们为历史给予自己的光辉使命 所陶醉 为自己的英勇而自豪 叶哲泰的两名学生终于下定了决心 喊出了这句话 两个人同时冲过去 拉开了已经处于半疯狂状态的 四个小女孩 但是已经晚了 物理学家静静地躺在地上 半睁的双眼 看着从他的头颅上流出的血迹 疯狂的会场 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那条血迹是唯一在动的东西 他像一条红蛇 缓慢地蜿蜒爬行着 到达台岩之后 一滴一滴地滴在了下面一个空箱子上 发出有节奏的塌塌声 像渐行渐远的脚步 一阵怪笑声打破了寂静 这声音是精神已经彻底崩溃的少林发出的 听起来十分的恐怖 人们开始离去 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大窥逃 每个人都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会场很快空了下来 只剩下了一个姑娘 站在台下 她是叶哲泰的女儿 叶文杰 当那四个女孩施暴夺去父亲生命时 她曾想冲上台去 但身边的两名老孝公死死地抓着她 并且在她的耳边低声告诉她 不要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 当时会场已经处于彻底的癫狂 她的出现只能会引起更多的暴徒 叶文杰声思历劫地哭叫 但声音淹没在会场上疯狂的口号和助威声中 当一切寂静下来的时候 她自己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只是凝视着台上父亲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 那没有哭出和喊出的东西 在她的血液中弥漫 溶解 将伴随她的一生 人群散去之后 叶文杰站在那里 身体和四肢仍然保持着老孝公抓着她时的姿态 一动不动 仿佛石化了一半 过了很久 她才将玄空的手臂放下来 缓缓起身走上台 坐在父亲的遗体边 握起了父亲的一只已经凉下来的手 两眼失神地看着远方 当遗体要被抬走的时候 叶文杰从衣袋中拿出了一样东西 放到了父亲的那只手中 那是父亲的烟斗 叶文杰默默地离开了已经空无一人 一片狼藉的操场 走上了回家的路 当她走到教宫宿舍楼下时 听到了从二楼自家窗口传出的一阵阵痴笑声 这个声音是她那个曾叫做妈妈的女人发出的 叶文杰默默地转身走去 任凭双脚 将她带向别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